哈嘍大家午安大家下午好 歡迎收聽古海飛揚 今天2024年5月27號禮拜一 台北股市表現非常亮眼 就是再創了一個新高 好 那很多人會問說為什麼日本股市韓國股市也沒有這麼強 甚至看起來並算是你說它相對弱都可以這樣說 那台北股市卻能夠持續創高 那當然很明顯台北股市能夠走出這樣的格局 就意味著整個市場全球的股會市目前來說 能夠走出這麼強 那代表台灣它確實就是在趨勢的讓頭上 所謂的趨勢讓頭就是所謂的一個AI 那台灣對於整個AI的趨勢上面有一個舉足輕重的一個角色 那輝達的一個執行長洪倫勳也是這樣說的 台灣真的很重要對AI來說 那也就是說所以台灣股市能夠持續創高 也代表說整個市場整個全球的一個未來的一個趨勢發展就在AI 而你台灣又佔有這麼大的一個角色的地位 所以資金其實就不斷的朝這個台灣的一個市場來做一個賣進 湧進來 那所以相對應的一些AI的科技股半導體等等 它都會魚露均沾 能夠持續受惠帶動這個股市的一個活絡 好那你回到行情來看回到行情的一個短線的看法來看的話 其實也呼應了我上週跟貴提前預告的 我說上週有幾天台北股市在拉回對不對 那拉回過程中我就先提醒你他其實拉回你不要看上市加權指數 你去看什麼你去看貴買指數有沒有 我說你看貴買指數 他只是告訴你說我貴買收復季線之後怎麼樣 我要來回來測試一下季線 如果我測試完成了沒有問題了 我就會再上去 而這個再上去的動作就會帶著整個行情市場一起上去喔 所以你如果盯著加權指數看 你可能會看不出個所以欄 可是我告訴你方向在哪裡在貴買指數 他其實就是在測季線測完就會帶整個市場再一次創高 果不其然真的就是如此走 所以今天從上週開始到今天的貴買強不強非常強 所以到底是強在哪裡強在貴買的資金回流了 資金回溶了 所以相對的連帶的所謂的一個加權上市指數 也是整個市場的一個買氣回來之後一起上去的 所以整個行情我就告訴我 我說我做節目我一定告訴你我們在看什麼 市場你現在應該朝什麼方向去看 所以我說一個交易員 絕對不是看人家在講什麼 我們就去朝這個方向去看去觀察 不是啊 你一個交易員一個成功的交易員 你要看懂整個市場 你要知道你在看什麼 那個關鍵點在哪裡 強弱的分水判斷依據在哪裡 如何判定轉折 一個成功交易員 你要有這樣的一個能耐 一個成功交易員 你不是一直在聽別人怎麼講 我們就怎麼看 別人怎麼說 那我們也這樣說 不是 那我這樣講不是說我們要自大 要認為自己就是對的 不是 而是這一切真的是從經驗的操作的經驗累積而來的 好 那別人的看法 我們都也會參考 也很好啊 也聽聽啊 但是你要有自己的一套的一個 獨到的見解 而這個見解是一個正確的 是一個客觀的 要了解我的意思齁 所以我說我做節目 我會跟你分享 當前我們可能應該怎麼看待會比較正確 那我會給你一個重點 你去看重點就好 對你的操作就會有直接很明確的一個方向跟策略 操盤最怕就是你完全沒有方向 沒有完全沒有策略 然後你看不懂整個格局的一個關鍵點在哪裡 你就會變得無頭蒼蠅一樣 然後你不知不覺中 你就發現你一直在聽別人怎麼講 你就怎麼做 別人怎麼說你就怎麼講 對不對 那別人在追什麼 你也跟著去追什麼 那你的風險就長期暴露在高風險交易 那長期暴露在高風險交易 你長期而言你的獲利絕對財富絕對是累積不到的 那怎麼行呢 所以就像我講的 你每一筆交易 你都要在最低的風險情形之下 去投放資金 在最低風險情形之下 投放資金拿到一個最大的獲利 這是我們做一個交易員 成功交易員 所追求的東西 那我所帶給你的 就是朝這個方向去邁進 所以你每天下午聽我節目的 或者每天有看我這個LINE 有加我的LINE 有加我們的官方的LINE 然後每天看我們的解盤影音的 那聽眾朋友們投資朋友們 其實很謝謝你們的支持 那我們會繼續努力 繼續跟跟很不常識的 跟各位分享 每一個當前我們的看法 那希望能夠跟各位分享之後 讓各位給予給各位一些 實質的操作上的幫助 我們不會去趁話題 我們不會去講那些最熱門的話題 我們節目中不會去講一些 我們沒有操作的股票 我們節目中也不會去講一些 漲很多的風險很高的股票 然後要告訴你它有多好 引誘你去追高 不會 我講了 我的節目就是做什麼 講什麼 然後我節目中所講的做法 標的買的位置 全部都是跟我帶客戶操作是一致的 一致的 所以我才會說 我們真的是業界唯一 只有我們能夠做得到 這個所謂的專人通知的操作 那我們業界真的是唯一專人通知的操作 那為什麼我們能夠做 因為我們給客戶的是一個真實的交易的內容 我節目中所呈現的內容 是真實帶給客戶的交易 所以客戶也真實有拿到獲利 那客戶真實拿到獲利之外 那客戶也聽節目也看節目也知道 老師所講的操作 真的是他們有得到 那買的時機 還有獲利的位置 他們真的都有得到 那這從頭到尾啊 一切都是真實的 那你說專人通知帶客戶操作 怎麼會做不起來呢 對不對 客戶能夠做到專人通知做成功 就是因為我們跟客戶之間 彼此的一個信任存在那裡 那當然前提是要建構在你客戶能夠帶客戶 你要真的帶客戶賺錢嘛 而且你帶客戶賺錢的內容是什麼 如節目中所講的是一樣的 那這個賺錢對客戶來說 他們是存在的百分之百的信任你 知道我今天加入這個團隊 我報名我跟著葉子洋操作 他給我的東西 跟節目中所講的是一樣的 我很放心 我跟著這個人 他不是像過往我加入的那些都是欺騙 節目中講一套 試一下做一套 他們不會遇到這種東西的 而且每一檔標的每一次操作 我都帶你買在轉折區 那因為買轉折區 你所曝露在風險下的 曝露的風險程度是最低的 你能夠達到獲利的機率比率是最高的 那客戶怎麼可能會累積不到財富 所以我才說我們的專人通知 我們做得很成功 我們的當然做得很成功的背後 其實因為我們都是請小秘書 對的客戶一對一 完全百分百一對一的全方位的照顧 每一位客戶 我再強調一次 我們是顧到每一位客戶 有些客戶資金帶來的資金操作不多 有些客戶帶來資金很多 對我們來說一視同仁 就是專人通知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專屬的小秘書 幫你做全方位的規劃 帶你買帶你賣 而這個買賣的過程 統一由我這邊的指令發出 所以統一由我這邊發出之後 再由你們專屬的小秘書 帶著你進出拿到獲利 每一筆交易都是如此 所以我們對每一個客戶的規劃 是很完整的 那當然背後我們所負擔的成本 是比同業來說我們負擔的比較重 可是我節目中常常跟各位分享 那這個就是你經營事業的一個角度 你如果只在乎短時間內的短線的一個 帶客戶來說短時間內的收費費 我覺得這至少跟我個人來說 是不同調的 我業只養我帶客戶 我經營我這件事情 這是我的事業在看待它 所以我要讓我帶客戶操作的這個事業 我要做的持續的做大 我講白一點 持續做大 那做大就是客戶一直累積一直累積 而且一直累積之後 客戶不會走 你懂嗎? 客戶來了 我覺得這個產品很好 我不要走 我要繼續留在這裡使用這個產品 你懂嗎? 那這個事業才會做大 才會做大 那為什麼我何以做大 就是第一個 我們是投資的事業 所以我帶給客戶的交易 每一筆交易 是要真實的交易 節目中所講的交易 是一樣的一致的 懂嗎? 建構在誠信的基礎上 而且帶的客戶是真的買轉折 真的賺到錢的這個基礎上 客戶就會留在這裡 有沒有? 這個產品他滿意 他會繼續跟我們使用 那就留在這裡了 然後人數會一直累積 一直累積進來 那事業就做大了 而且重點是什麼 我們事業是做長久的 事業是做長久的 儘管我要請小秘書 我要請我們專人服務 我們專人通知 背後經營的成本比較高 可是我看的是未來 長遠之際 客戶會持續在這邊使用我們的產品 認同我葉子洋 想認同我的團隊 那我們這個事業是持續在成功中 持續在茁壯的 這是我經營我這件事情的 我的一個看待的方式是這樣子 做法是這樣子 朝這個方向在邁進的 我們不吹噓 我們也不高調 我們就很低調的 持續這樣操作 該有的紀律執行策略 幫客戶做到他們希望得到的一些 財富的累積 整個頭顧界 縱觀整個頭顧界 我可以直接很大聲很驕傲的跟各位講 沒有人能夠做專人通知 因為曾經很多人嘗試想要做專人通知 有沒有 或者是清貸專人通知 類似這種的做法 最後都失敗了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 我就問各位 你過去曾經報名哪些頭顧 曾經是清貸的也好 還是什麼專人通知也好 有沒有 常常虧損了 或者是節目中講的跟你做的不一樣 或者是你曾經回播電話 想要找服務人員找不到 有沒有 一旦操作不順利就找不到人了 最後都沒人理你了 有沒有 所以我說做不起來 那我們不一樣 我說過 我們帶專人通知的客戶 我們建立在一個我們真實的操作 客戶真實拿到我們真實操作下 所得到的績效 這一切建立在這樣呈現的基礎下 那客戶我們的事業才會越做越大 專人通知是做的唯一 市場唯一做成功 客戶群非常的龐大 那負擔很高的成本 我們在帶一堆的小秘書 在帶著所有的客戶在這裡 在做一個投資 我們顧到每一位 我再講一次 只有我們會顧到每一位成員 資金多資金少 我們都會顧到他 專人通知就是這樣子 他是一個全方位的顧到每一位客戶的一個操作 所以資金多資金少投資朋友 我都會讓你們要留在我們這邊 繼續使用我們的產品 繼續跟著我們操作 這是我經營我的事業的一個規劃 終止在這裡 所以我節目中所講這一切 請各位放心 就是我們實際帶客戶操作的細節內容 好不好 請各位放心 你過往在哪些投顧的遭遇 如果不理想 或者你聽聞哪些投顧帶客戶怎麼操作 不理想的 那我跟你說 在我這裡沒有這回事 為什麼 因為我一再強調 我再說一次 我節目中所講的做法 標的操作股票的內容 細節就是我實際帶客戶操作的一樣內容 所以你不用去想說 是不是騙人的什麼的 我說了 在我節目我再強調一次 我不會犧牲我自己的人格 連我自己人格都不要 講一些虛偽不實的東西 那種事我不做的 我不趁話題 我不講那個熱門股 我不講那個很熱的東西 我只講 我們現在帶客戶怎麼做 我們得到了什麼 那為什麼我們能夠獲利 關鍵因素在哪裡 在於我們帶客戶買的任何一檔標的 都是在轉折的位置買的 都是在轉折位置買的 所以我買的時候 它不是熱門股 它不是話題股 但是我買的位置是轉折位置 是會賺錢的位置 等到轉折上去之後變熱了 變成大家所謂的眼中的熱門股的時候 我已經大賺了 我們是這樣做股票的 好不好來 今天是不是又漲停了 而且不只一檔漲停 對不對 我說過我們不高調 我們就是低調的 持續的照我們的策略 照我們的做法去執行 幫助客戶賺錢 我的股票今天不只一個漲停板 可是我說的不用那麼嗨 你就繼續這樣做 老天看得到你們的付出 你們的努力 有付出有努力 在這個市場真的有真本事的 你會持續累積財富的 請放心 好不好來 你要跟著 跟著對的人在做 你就能夠 你要想要的財富就會來了 你跟著錯的團隊在做 你會發現 你越做越累 越做越辛苦 好來 6125的廣運 今天是不是又漲停 來我們看畫面來 你如果還沒有加我LINE的 聽眾朋友 你可以現在去加LINE 或等一下加LINE都可以 加LINE之後你隨時都可以點選 YT影音看 YT影音不限時間 你都可以去點選來看 那個更方便 而且YT影音可以看的是畫面內容 就是我給你看的一些參考數據資料 報表 財報等等的 你可以更加了解什麼標的 目前是進入轉折區 有機會 你要買賣的都可以參考 所以想要進一步了解的 細節的 那請你加LINE 加LINE去點選 YT影音去看一下 我們怎麼帶客戶操作的 那你去評估看看 我們這樣做 對客戶 是不是能夠造成實質的幫助 好不好 來 6125的廣運 第一根漲停 5月21號第二根漲停 各位看畫面 然後上週第三根漲停 今天6125的廣運 今天再度漲停第四根漲停 第四根漲停 6125的廣運 我帶我家族 我帶我專人通知客戶 通知他們買進6125的廣運 你說對還是錯 那關鍵在於我們什麼時候買的 箭頭指的位置 是不是你現在回頭看嘛 四根漲停之後的現在 現在你回頭看我們當初買的位置 各位看畫面 聽眾朋友如果看不到畫面的 你可以加Line去點選YT影音去看畫面 就知道我們在講什麼了 我們當初在這個位置買的 你看圖表 有沒有 箭頭指的位置 就轉折區 買完之後 專人通知之後 到新天第四根漲停 這樣可以賺多少你知道嗎 100萬可以賺多少 100萬賺多少 43萬 200萬賺多少 賺86萬 看到了嗎 100萬賺43 200萬賺86萬 所以我說了 你資金多 資金少不是重點 你資金少 你只要買對股 你一樣賺 你資金多 你買對股 你更是賺 最關鍵在哪裡 跟錢沒有關係 關鍵在我跟您報告的 你的做法是什麼 你在什麼位置去投放資金 你在什麼位置去買進股票 是決定最後結局 OK 所以我常講 我說當你能夠買轉值的時候 你發現什麼 你發現什麼 當你能夠買到轉值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100萬資金 我們用方便計算 100萬資金 只要能夠買到一檔 任何一檔標的的轉折位置 你絕對可以賺六位數以上起跳 一二十萬 三五十萬 七八十萬都有可能 甚至有時候挑戰百萬 因為你買在轉折位置 而我專人通知 我代客戶就是買轉折 那客戶如果買100萬來看的話 一檔股票就賺多少 以廣運就賺43萬 然後呢 200萬就賺86萬 就是廣運 那如果 你說你之前再早一點 比廣運再早一點的股票是哪一檔 來今天漲停了 又漲停了 休息兩三天又漲停了 495的零通 有沒有 今天零通第幾根 今天漲停零通是第三根漲停 對不對 是不是第三根漲停 來 你看一下畫面 箭頭指的位置是不是轉折位置 你在轉折位置買 買100萬就好 到今天賺多少 賺多少 34萬 100萬賺34萬 200萬賺68萬 一檔零通 100萬賺34 200萬賺68 剛剛的廣運 100萬賺43 200萬賺86 100萬其實很好運用 很多人都說 老師我只有100萬 我只有七八十萬 我只有五六十萬 我只有多少錢 你有多少錢 你就不是問題 我講了 我就說以方便計算來看的話 100萬很好用 看你會不會用 很多大學生100萬 都有100萬資金 你不要小看他們 很多大學生打工 很認真 辛苦 對不對 累積存到100萬 100萬用在這種做法上面 其實很好用 不要小看自己的錢 好不好 我從頭到尾都告訴你 是做法 是做法 你要再轉折買 才會成功 你要等到它熱了 長多了 現在很多人在講靈通 很多人在講廣運 對不對 你現在去買嗎 我不會認同這件事的 你懂嗎 所以我帶你買來的位置 在哪裡 是轉折 所以我靈通到今天第三根掌 100萬可以賺43 6月5 廣運今天第四根掌 你100萬可以賺多少 廣運可以賺43 靈通可以賺34 然後呢 之前呢 你再早一點來的話 專人通知巨祥 買轉折100萬賺28萬 對不對 你看畫面 再早一點來的話 8096秦亞 買轉折100萬賺多少 賺38萬 200萬賺76萬 有沒有 甚至每一檔你都可以賺6位數起跳 你100萬下去買對位置的話 三五十萬可能二三十萬就拿到 你100萬馬上就變成120 130 140 然後再去做下一次交易 而下一次交易 我一樣專人通知 小秘書通知你 買了轉折位置的股票 指令由我這裡統一發出 大家絕對都買得到 因為專人通知是絕對保證 每一個客戶都要得到通知 得到通知 不會說 接收那個文字簡訊 冷冰冰的完全沒有感情 你當下漏掉了 也不知道 有口訊來 你也都不知道 那怎麼行呢 我們要每一個客戶 能夠在最及時 拿到最及時的通知指示 這就是專人通知 再早一點的 539的能率 買轉折 在這裡買 買轉折之後 上去多少 100萬賺53萬 100萬賺53萬 200萬賺106萬 一檔股票能率 這些我節目中 都有跟你分享報告了 有沒有 再來453萬債 萬債還沒結束耶各位 萬債這邊買轉折 上去多少 100萬賺30萬 200萬賺60萬 萬債隨忍的黑馬 有沒有 專人通知一定成功 專人通知一定成功 關鍵在於我們買轉折 我節目中所講這一切 實際上就是帶客戶做的做法 好不好 來再來 今天不只零通漲停 廣運漲停 今天又我再公佈一檔股票 之前我們在轉折區先買 然後慢慢墊高墊高墊高 到上禮拜五 然後今天直接跳空缺口上來之後 拉漲停版的是誰 CPO CPO矽光子的黑馬 沒有人在講它 對不對 可是我們提早先買 來 9點09分 我的空訊內容我唸給各位聽 早安 恭喜大家 週一一大早又漲停板了 2495的普安 強勢攻上漲停 恭喜大家 提前買轉折 市場大贏家 2495的普安 亮燈漲停板 來 各位時間有限了 來 有沒有 箭頭指示處是不是 買轉折的位置 然後像這樣墊高墊高 墊到上禮拜五之後 今天跳空拉漲停板 我直接公開了 今天 100萬賺多少 100萬賺27萬 200萬賺54萬 2495的普安 再一個六位數獲利 每一檔都買轉折 每一檔都會成功 我專人通知 就是這樣執行的 我節目中所講一切 就是我實際 帶我專人通知客戶 帶我的貨物操作的一切 所以 我們建構在彼此的誠信 完全的信任 我們是好朋友 好鄰居的關係 恭喜大家 好 那如果你有興趣了解 我們的專人通知 跟著我們一起買轉折的 聽眾朋友 歡迎各位 我給各位最低最低的價位 的一個入會費用 最低最低門檻 先進來再說 你不進來 根本沒有辦法通知到你 專人通知 要有人才能通知 對不對 你說好貴我 我沒辦法報名 沒關係 不用這回事 先降到最低之後 先進來 我先通知讓你賺錢 好不好 明天再見 大家再見 拜拜 我先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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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進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